先天大道简介 中应对照先天大道简介 以何谓先天大道二道 与我有什么关系 三求道四求什么四求道 对我有什么好处 五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 六求道对我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七道的宝贵 有什么定证 以何谓先天大道先天大道又简称道 我们若仔细地去观察 心跳开悟之后 就可发觉宇宙间森罗万象皆是杂而有趣 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运转 也都有一定的法则 可天地人是万物的真主宰就是道 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 不约天天大道 道者理也 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万物未生以前 道即已存在 而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 在天地人万物毁灭之后 道不会毁灭 道因为无取无来 不生不灭 乃代表着宇宙间更不不变的真理 道的本体 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体 在混沌未叛之初 宇宙间只是一环灵妙底 无天无地无人 也没有语言和文字 所以我们实无法以任何语言文字或思绿来形容它 不大道无明强明曰道 我们也是勉强用道个名词来代表它 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 早就能贯穿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 使一切的自然现象均能呈现和且有条不问的运转 这就是道的妙用 道大理为 我们虽然无时无刻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却又很不容易去认识它 因此在两三千年前 各教圣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 针对当时天时比利及众生的根气 留下千金万点 穿下诸多虚恶从善的修实法门 同时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中 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 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生老 均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 就会了解 天地间实无一物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虽然涵盖各大教门的经义 为天门万教的总源头 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这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 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 与最高主宰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 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 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真意在天天之先不为天在后天之后不为后 即大上有可量即为上有可指 为道即大不可量即为不可指 不所以大无不包为无不入无所不灌无所不通无所不测 万测了天地人万物万类 万测了三十三天外 万测了千金万典 万测了千法万法 万测了千教万教 万测了千佛万祖 万测了我之一身 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 人人必须知真觉 亦即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万众一心 万伯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 二到与我有蛇们关系造的宝贵 在于他大而无所不包 细而无所不入 天地生成之后到万川于天地万物万类 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 各有其时 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涨 各有其虚 而最宝贵的是 各天地万物的主宰 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之主在 约信里 使得我们不学而能看能听能吃能动 因此 我们不只要探求天地间的智力 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天天大道即是信里真传 道德宝贵 并不在于他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 而是在于他平时 但我们却时时刻刻离不开他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 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 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 即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 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在我们做出的动作的能力 却完全不应该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 而有任何影响 不论是学士多丰富的学者 或是目不是兵犯夫狗族 不论是成人 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人与生俱来 不学而知 不学而能 无增无见的良知良能 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 我们有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 有忘记的时候 有疏远的时候 而道的本体和妙用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 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消长 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之事听言动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 用而不知其用 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不增不减 但自举足一切 我们身上固有的道 因为就在我们身上 又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 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 在我们身上就有 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 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平贱富贵 均无分无别 因此 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 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 不只认识了宇宙 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治理 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 与良知良能 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 原来不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 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 天心即是道心 此心无情无相即是真空 真空之以妙 空而不空 空中妙有 妙有者 生天生地生人生 万物万类之大分也 妙有者 万灵真宰也 主宰天地人 万物万类之真主宰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曰道在无身 一切万能 道离无身 此身在无异能 先天大道如此宝贵 乃人 人必须追求之道也 三求道是求什么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 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 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的整个真理不也是一样吗?每一分一秒 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 其作用 虽成千上万 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不问自然而成 道在无身 运用自如 在眼能视 在耳能听 在口能言 在鼻能闻相臭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是 此即道在我身之妙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止主宰这天地万物 更主宰我们一身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我一身主宰 并非二也 道的本体无形无相 我们肉眼看不到它 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 更静而随着天时及环境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 提造福人类的文明 刺激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 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 便以灵魂代表它 我们称其为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灭也不会坏坏 我们也称其为真我 此真我乃是最富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秀的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 看得见摸得着有形有像的肉体 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 我们就可发觉 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 我们一般均习惯也像貌肉人 但像貌却不是永恒的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 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 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脏呢 现在科学昌明 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力直入人体 我们不能因此说 的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猴的脑细胞 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的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 因此有形有像的肉体 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 却无时无刻不再改变之中 不虚数十年 又变成一堆黄土 因它不是永恒的 我们称之为价我 对于真我和假我 有所了解之后 我们也就可以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 求得的就是三宝 三宝简单明了 但也博大精深 其内容在求到时会详细解说 现在只简单的提出两点 首先 求到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 在物质文明远较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 假若迷失真我 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 若是真假为真 更使我们为了盲目满足家我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 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 因此 求到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 真我假我 协条融合 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 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 其次 求到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 个门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 自然由大门离去 如果自门无法开启 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 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 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 真我灵性弱不得正门而出 被迫令寻旁门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 其肉体皆现现山将命恐惧不住 与挣扎之相 求道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 也就是通天大度 因此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 求得三宝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 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 真是我自己身上的道 自然以良心作为带人物之准则 使人生更有意义 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辽死的宝藏 百年之后 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 所以先天大道就是回天之道 先天大道之宝贵 即是千经万点不如一点 此点打开玄观正门佛门 天堂大路一步之超级的永生之道 此点宝贵 超佛月祖 超金月 点超月天地 得到这一点宝贵 它是诸经之师 诸法之王 诸佛之天地之 不约超生辽 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 此乃及是人人原来不有的 必须返回天之道也 此求道 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很高 请能有这个机缘 求道 能够开启良心之门 智慧之门 通天之正门 这是第一步 这宝贵的道 才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一离苦的乐人生灾事 遭受种种之苦恼 就其分源 皆起英语 迷失了真我 求道 首先就是 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 照回我们本有是真智潜智美聚族人们 永恒不求的真我 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我 是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余礼 至于至善 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 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 心为一身之主 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 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 则不相随心转 还可以改变命运 屈己彼凶 朝向光明 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 逍遥自在 二 若比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 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受 其没落 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 如中国印度等 奈何 近百年来 人类受物欲所比 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弥昧了良心 甚至竟相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 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 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无数小战 伤亡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 造成大气臭症层之破坏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 人心之变 干造了天灾人或连连 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靠鞋 因此上帝宏恩慈悲 可将大道谱传于世 以万就良善 求道以后 我们时刻存这道心 以良心待人处世 当欲又人类不可万就的灾祸时 只要成心使用三宝 必能灾地结 逢凶化疾 此事便正甚多 不生美举 三超生了四人生 又如一段苦乐相餐的旅程 遭受生存竞争衰老 病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 而人间重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 终究成空 微速渺茫 更不禁令人稀如畅茫 是以智慧者又见于此 难以超生了死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 为人生至高之目标 古代先修后的 古代先修后的 因此 故人为求超生了死 尽必生之力 苦修苦行 仍难以访的名师达成心愿 如今大道谱传 先修后修 再求道过程中 天命明师一指 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 天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 我们得到以后 认识了真我 以真我为主宰 愿离邪心方面 让我们的心念简与行为 无论在人处是结合于良知 百年之后 天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 永享平安喜乐 四成圣成贤求道也就是 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成贤的正因道种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心尽灌溉它 它必然萌芽开花结果 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 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 求道修道 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 更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 求道之后 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 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 不计的人得失荣辱 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道的好处 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 尽其一生精进不屑 则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 归天之后 必正圣贤果未无疑 先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 天命就是三朝明师 这一点妙之秘义 非是在言语文字相上的宝贵 生英可得 非是在天经万点上的 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 非是在世智变聪上的 非是在博学才能上的 非是在财高八斗上的 一上阶是生死法对待法 非是超生了死托对待了生死之法也 此次集的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其妙集已 此者是无师智 此智是妙智妙慧 此智此慧是我的来不由的 由先天带来的 一集是在找回来天地人 万物万类未生 以前我的初心 即我良心天心道心老心也 先天大道之妙 此妙之贵 妙不容颜 不学而知 不学而能 一集是先天带来的 先知先觉妙用妙能 此知此觉此能此用 不用言语文字声色 不用思想 不用念喉 不用言听事动 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 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 此可分妙也 一步开其妙用妙能 不曰万灵真主宰也 摄着天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和汗星都乱续 日月无光 亦不能轮 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 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人皆不得其生存 摄着人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摄着大底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这金木水或土不能相配 则片像丛生 山峰地裂海水枯干 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人人不能得其生存 摄着人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寸步难行 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 总之全身不能动作 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 此乃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妙智即矣 摄着觉悟认识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的支持而实行 即是天人和以天人一体治理 绝言妙不容言 不是死后成佛 当体即佛矣 不曰如来佛如是佛也 此乃的先天大道修先天大道之好处 物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 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 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事实上 我们能得闻天天大道 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 将自古不清洩的大道复传于是 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 另一方面 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 组上有得根基身后佛缘成熟 才能够顺利求道 此外 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 发一个良心愿 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点 亦得到以后 愿以能力所及 住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 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 三德道以后 绝不将求得的三道告知任何人 三道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 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 若有我们泄露给其他人 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 我们自己也违犯了天律 这良心愿 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 所以我本人人都能够做到 真诚实见良心愿 也必须资论我们求道时 种下的智慧慈悲清静之正因道种 使他顺利萌芽开花结果 才不至虚度这天在难逢的求道修道良辰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能顺利求道 原因之一极是沾了主得的光 是故上天开恩 只要我们修道有恒 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 超生得救 我们的子孙医的硬币 对父母祖先尽大小 这是最好的机会 只要具备以上条件 则不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价的人 都可以求道 欲求得千天大道 脱出轮回之苦地欲之灾 世间的穷通受幽观寡孤独生老病死苦 而返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 必须我又得欲六万年良成家其的幸运 我本人心地善良 我有先天根基身厚 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 似极天圆 我本人祖先有功德 做善事 似极祖上有德 我牧人遇到迎宝师祖我得到 似佛缘以至 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 或一同有修过宗教 今生欲天道 将是 一同得到修道 此乃佛缘以至 六求道 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现今正直上天恩开 先天大道谱传 正修良善之时 不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 与众生起基为原则 因此修道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 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这与一旺许多人苦修苦练 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 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 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 穿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使人人皆有共瞻天恩的文大道的机会 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我们又以下几点来看 以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到代表着天地万物 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与真理 不只在各大门创始之前 甚至在天地卫生以前 道就已经存在了 因此任何教门 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践良心 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 事实上 不只宗教 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 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稳和与印证 若我们原由某种宗教信仰 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 也不会是我们背弃原由的信仰 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 有更深一层的体认 二 以良心经为最高规界 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 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 都不完全相同 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界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 所以求道后的规界 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践 由真我良心主在自己 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欲法之钻研上下功夫 三 不照良心愿行 有和透过很重要的一点求道 并非从外再加集我们良心与真理 而是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 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 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 因此求道后 因此求道后 所有真修实行之人 皆是自动自发的 师父 求道后 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 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 来强制我们遵行此愿 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 由真我良心督促自己 而自然改过向善 四圣凡间修真我之实践 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 因此 现今大道谱传 并不要我们家舍业 到深山谷寺之中修炼 而是在不影响家庭工作 学业之正常情况下 盛凡间修 在日常生活中 时时刻刻一言一行 皆能以天理良心为一归 就是真我之实践 物由提升自己 而天善天下求到后 会使我们生活更充实 心灵更和谐 而更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尽一己之力 解自身之提升 影响周遭之人事物 继而会成一股力量 在这只是天理良心日虚伦丧之潮流中 匡正人心力挽狂澜 如此必能早日实现先天大道库传之宗旨 及弥勒佛的人词 大愿化污泽的人间为人间净土 化纷乱的世界为世间天国 七道的宝贵有什么印证到是宇宙的至高真理 它的作用贯穿了天地万物万类 更是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 真正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会体认到 道是随时随处可以被印证的 许多贤贤得道之后 发出了大诚心大信心大智慧 真修真情皆能参悟道 不只在各教经典之中可以印证道 其实在任何时间空间万事万物我们之一身 甚至一朝一暮 接离不开道的本体和妙用 提认至此自然能发出永不退转之道心 而上位求道或刚求道者 则需借助于一些具有形象看得到感受得到的印证 以鉴定初步的信心 以任何人只要有求到 经过身但天命之明师点开玄幻正门 传导三宝者 无论其功德高深为末 死后皆是身软如 黏 面色如生 灵性由正门归天 东不挺师 下不复臭 善有多致数日不变 亦相满事者 目前的科技文明和医学知识 还未进步到足以解释这种现象 但却无法否认 各事实的存在 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 虽曾出现在某些宗教中 但极其罕见而珍贵 而求道之人 除信道不赌于反道败德者 不敢定论外其余则比比皆是 肉身即险似锐香 足可正其灵性以登善境 当无疑问 二人虽为万物之灵 其实是很脆弱的 自从生在这个世界上 就难免天灾人获得威胁 甚多以求道者 在遇到人力不可挽救之危急情况下 诚心使用三宝 皆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这种例证多得不可生数 无法在此依一例举 以上两点虽然极为宝贵 但却是任何人只要一求道 借着上帝的天命宝贵 立刻就可以得到的保障 此后 我们下证多多